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在野党的民意代表 其批说不出真相就母红根本是转移焦点 不仅管毕临言论有争议 台当局陆委会主管邱太三大许时也表示 在检察官调查的过程中 希望台湾民众不要对海巡过度苛责 因为这个过程实在很难免会发生意外 国民党的民意代表賴石宝表示 现在台湾行政机构看守团队都很凶 自带很高 借由这件事打所谓的抗中保台的牌 管毕临言以此累计为来参选高雄市长的筹码 邱太三也为了保住官位 由意上升两岸恶意落选 并质疑海委会与陆委会背后是否又是台当局安全单位受益如此操作的呢 事实推给大陆 累计下次选举的筹码 国民党桃源市议员黄近平接受香港中平社的访问时候认为 管毕临应该负起政治责任 管毕临还是一直把自己停留在过去当民意代表的身份 没发现渝川事件背后的英国语复杂性 连到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进行项目报告的名称都可以玩文字游戏 事发至今 台当局的海委会和海巡部门这些客观根本就没有肩膀 光是没有录像画面和让两岸紧张情势升高这两点 就应该负起政治责任 渝川事件才有可能和平落幕 崔玉说民进党就是要故意移花揭幕成所谓的捍卫台湾主权 只要升级到这个议题上 渝川案就是没有真相可言 他强调此时不只是管毕临要争取2006高雄市长或争取赖清德上任后当台湾的教育部负责人的这么简单 明显是台湾安全单位所设计 一定有蔡英文赖清德的影子存在 当内资深媒体人罗旺哲在个人社交账号上直言 现在的管毕临讲话大声对于管毕临的表现 罗旺哲说民进党看待也许还会赞补绝口 因此议题若是越吵越热 会挡掉许多民进党缺失的讨论 包括食安等问题 罗旺哲强调管毕临的表现越大声越强悉 对民进党或者是对即将上任的赖清德来说当然是好事 毕竟民生问题确实容易影响民众观感 罗旺哲说 尤其是碰到两岸的事情 民进党就是刻意政治处理 上升到意识形态 就变成了认知问题 民进党当局不止可以转向问题 还可以塑造所谓的抗中宝台的氛围 用一个管毕临就可以达成这样的效果 让他不禁认为短时间内民进党不会让云传事件落幕 前民意代表郭正常表示 让大陆参与验尸验传也并不难解决 再来就是纠责 认错 但是这里面可能有更高层级的战略谋划 这不是管毕临一个人的意见 绿营高层已经统一基调要把这个问题搞大 管毕临只是个演员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